那麼我們稍微看一下 事實上除了剛剛那一種 直接給你連結 有些網站它是透過 就是所謂的這種叫 Feedburner 這個 一些服務 網路上有一些這種 幫人家做這種所謂訂閱服務的 你也可以 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呢 這個 像這個什麼 Design to you.me 這個 Design 好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右手邊這裡 還沒出來 在這裡 在這邊 你可以用直接訂閱 也可以像它在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那還有一個 訂閱訂閱 好 沒有看到 不見 有沒有在上面 喔看到了 來這裡 有沒有跑出這種來 對不對 如果一點的 不是像我剛剛直接顯示它內容 而是連到這種 共用服務 那一般來講 你可以再看到右手邊這裡 它會問你說 你是哪一家的 就是你用哪一種 來訂閱這個服務 其實最簡單的 你也可以不用管這邊 反正網址摳起來到 不過我這邊直接訂閱 他就知道嗎 你們做判斷 就好了 你也不用說 我還要再跟他講 我要用哪一種的 他們都自己判斷 因為那是公用格式 公用格式 所以我們再用 就比較方便 這樣您大概清楚了 那麼 我們稍微看一下 您如果在看這些內容的時候 呢 事實上這裡有兩個快速鍵 J跟K 您稍微看 在這裡 因為 雖然你這樣子 這樣 上下這樣找 還蠻快的 對不對 可是 滾輪 還是在它滾很久 如果你的內容比較多 總是 這樣比較慢 所以其實你沒有 J跟K J 往下一篇 你看 J 有沒有很快就往下一篇 對不對 K往上一篇 或者您從這裡也是一樣 從這裡也是一樣 所以 我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再看 就相對快很多 有需要的 就把它做一個型號 或者加一個註記 那這樣 下次要找 就非常的快 比如說 你看像我剛剛講那個 類薩子 馬上就找到了 有沒有 你看這個還是犯科學的 所以我會有印象 我有知道這個關鍵字了 我一找 我就可以很快就找到我要的東西 這樣你的資料故事就很方便 對不對 因為Google說真的 最厲害的就是搜尋嘛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平常是把 郵件收到自己電腦裡面的 在自己電腦裡面找 甚至比Google還慢 真的真的 這是事實 尤其你信件很多的 你有Outlook Outlook 你會發現說 真的 就慢很多 那我們在雲端的 你走到哪裡 是不是都可以用 你看我還有標註心號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我在找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快就找到 而且都在這個界面裡面 他有沒有幫助把關鍵字標示出來 我就可以很快找到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RS的時候 可以注意的 那這裡呢有幾個小的FAQ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取消訂閱剛剛有講對不對 那這裡 所謂的未閱讀數目 我本來是沒有講這個 可是我上個禮拜去 上上禮拜去中正的時候 突然有同學說 他對那個數字很感冒 因為有些人是比較緊張起 他看到 我會閱讀 還有多少篇 他就想說 我今天要趕快把它看完 請問你們家有沒有訂報紙 有些人可能沒有對不對 有沒有訂雜誌 有些可能會有 但是不管是報紙雜誌 你會不會每一起來 全部都看完 如果你是訂報紙最長 報紙那麼多頁 每一頁都要看完 那你每天的壓力很大 所以平常我真的不管他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閱讀 有沒有所有項目 對不對 有些人就很在意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是沒有閱讀的數 其實你真的不用那麼在意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你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就不會看到 或者呢 如果你這裡想要看到 也可以 你看每一個地方是不是都還有 如果說假設 我點到這個 每個印的 這個已經看過了 我看 假設這個 有三個沒有閱讀 我就來這邊告訴他 把它都變成 有一個叫做 它有一個叫做 全部都變為以閱讀 好像在上面 忘記了 在這裡 將所有項目標為以閱讀 有沒有 這樣你就認為就全部讀過了 這樣 事實上你不是說一定要看 它只是滾過去 它就認為你已經讀過了 因為你已經遇過了 了解 好啦 所以如果你對那個數字比較敏感 再來就是搜尋趨勢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啊 你看一下 當你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其實你看這裡搜尋的趨勢 你可以了解自己到底關注哪些議題 哪些網站是更新速度快 哪些是你特別關注的 你的最愛裡面就沒有這些資訊 他不知道哪些網站你最常去 你看 我在這裡 全部有訂閱九十一個頻道 就是九十一個 總共閱讀就這樣 可是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才 這麼多年下來也才閱讀八千多天而已 平均下來再除以三百六十五應該不算多吧 對不對 對啊 那你怎麼可能一次看那麼多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 你看 閱讀的趨勢最近三十天比較常閱讀這些 我其實就可以知道說 我比較哪些網站對我是比較幫助的 了解那個概念吧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張訂閱的趨勢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 那你的關心的關鍵字有沒有都出來了 我比較關心的主題 我都會知道的很清楚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 有時候我們是忙忙碌碌啦 但是那個忙是那個眼睛看不見的忙 很忙啊 但是你忙到不知道為何而忙啊 但是你從這邊 就是他幫你做了很多的整理 你就比較清楚說 哦原來你可能最近在關心比較哪些議題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說 我們用Google的閱讀器一個比較方便的一個地方 這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 閱讀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閱讀器的部分 OK對不對 那這裡呢 萬一網站沒有提供RS的訂閱怎麼辦 我覺得我很喜歡那個網站啊 可是他沒有這個服務啊 你不能叫他改版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提供兩種方法 一種呢 是用Google的瀏覽器的擴充功能 好 那其實您用我給各位的這個呢 已經有了 您看一下 如果說您到這個天下 因為我現在是用隱私模式 所以不行 你正常情況下 正常情況下 這裡會多一個東西 好 會多一個東西 我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 您有沒有發現正常情況下 右手邊這裡有多一個 有沒有 這裡多了一個 對不對 多了這個小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瀏覽器裡面擴充的元件 就是我在這裡講的 叫Page to RSS 這個 也就是說如果萬一這個網站 他沒有提供RSS的訂閱 我要用怎麼樣 用中的 我就是要 怎麼辦 你可以訂閱一下 那有網站還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 好 那你有按下去之後呢 他預設的話大概是一天更新一次 一天更新一次 也就是說你按下去之後呢 因為現在我沒有登落 所以你可以連到你的Google的Reader 就是我們剛剛的閱讀器 那他一樣就加到裡面去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方法 就是說萬那個網站真的沒有 可是有些網站 沒有辦法用這個服務 也就是說 可能他的網站 用了語法 稍微比較舊 或不適合他去幫我們整理出來 那怎麼辦 這裡還有一個火壺的 火壺的在這裡 叫做Update Scanner 這個 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如果像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工具 你可以打開 我把那個工具列打開 選單列打開 這裡有一個工具 叫Update Scanner 我都幫各位以前裝好了 所以為什麼用那個可惜式的 就是你帶回家就可以馬上用 就可以馬上用不用裝 那如果說你要自己找也可以 就是到他的這邊附加元件 火壺稱作附加元件 直接用關鍵制造這個就可以了 你看在這裡 比如說我想要關注我們學校網站的話 或者像我剛剛的網站 我就可以來這邊把它新增 欸有沒有 然後他問你喔 欸我是要一天幫你檢查一次 還是一天檢查兩次 欸就是你可以 所以有更新他會通知你 那你就不用自己檢查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快一點的 對不對 所以萬一如果不行的話 你有這兩個可以做輔助 幫助各位 可以就是比較快的去 了解說哪個網站有更新的 因為有些網站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欸系上或學校的公告 對不對 那可能email收是一種方式 可是有時候不夠快 好那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好OK